嗨大家早安 朋友们大家早安 今天来到这里这个 新竹峨梅乡的石头山 我的故乡在北部 以前我常常来 后来我搬到竹中火车站附近 这就是石头山 要入山的入口 进这个,这叫做石尾 石头山的石尾 好,我们等一下继续走啦 我们今天可能 不是走那个古道 在一个六辽 六辽古道吧 好 看沿途的风景 这边停车场 停车的地方是小小的一个地方 这里是石山古道的入口 上面有石头山嵌化堂 我们今天不是走这里 我们要走六辽古道 往前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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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向右转 就是六辽古道 来,这边进去 从这里进 这是六辽古道 六辽古道的入口 走到这边 这是 这是 那个 六辽古道的 长生桥 他们讲的长生桥 那边 长生桥 长生桥过去 有一个小土地公 拜一下 拜一下土地公 一路平安 一路平安 福德平安 福德平安 朋友们 现在我来 我们来到这个万 呃 这边岔路要往那个 石山古道的万佛安步道 现在我们六辽古道 还是走这边 朋友们看一下 我换装了 刚才太热了 完全爬山的 太热了 看看朋友们 看 沿途风景很美 就这样 空气很好 空气好好 这里空气好好 看 潺潺的水流声 一样 这个古道一样 这样继续走 走走走 往上走 旁边就听到 潺潺的那个 小溪流的 水流声 来到了 有一个小凉亭哦 这边就是 到了一个小凉亭哦 等一下 看那个小凉亭 是什么名字 哦 有名字耶 青子亭 它叫做青子亭 我们来到了青子亭 我们来到了青子亭 来到了青子亭 又聊古道的青子亭 走走走走 我们沿途走了走 好 这边有一个岔路 这边楼梯上去 叫做藤平古道 藤平古道 哦 这个要有一些体力哦 好 我们继续往右 往右边这边 往右边这边 六寮古道 好 走 Let's go 往这边走啦 今天走比较轻松一点的 六寮古道 六寮古道 开始爬坡啦 哦 这个坡度比较高 刚刚经过那个太阳比较大 现在又比较阴凉了 现在开始爬坡了 不要走小路啊 往大马路走 好 来 来 跟大家say hello一下 来 来 继续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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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寮古道 我们走了1300了 啊 这边 哇 出太阳了 这边太晒太阳了 这边有好多住家 住 看 住在这个山里面的住家 哦 这有 一个 他的 六寮古道茶亭 我们来到了六寮古道茶亭 跟大家say hello一下 六寮古道茶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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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六寮古道茶亭 六寮古道茶亭 继续往前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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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天气真好 今天天气好好 好 继续往前走 继续往前走 看 蔚蓝的天空 哇 蔚蓝的天空 继续继续往前走 啦 哦 哦 小狗小狗 阿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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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阿索 好 现在来到了这个路标这里 我们今天是要走 湿山谷 往那个湿山谷道的七星亭 从那七星亭 到了七星亭以后 我再告诉大家 怎么就 就是走湿山谷道了 现在我们往七星亭 走一下 嗯 往七星亭 七星亭走 上走 上走 好多住家啊 这边好多住家 看 木瓜树 木瓜树野生的吧 let's go go 走到这边 又有岔路啊 看 岔路 还好有指标 还好这边有指标 看 往湿山谷道 我们要往湿山谷道 七星亭 然后折 折往 往下走 走下山 好 继续啦 继续let's go go 走到这边 走到这边 走到这边还好 还好有指标 指标 我们要往 十三谷道嘛 那是七星神木 所以 是往前走 是往七星亭 往那边 往前走 好 ok 往前走了 往那边走 往那边走 往这边走 啦 拜 唉 刚刚忘了告诉大家 忘了告诉大家 这 七星神木也可以走下去 走下去看一下神木 那个神木蛮大的 但是我今天没有走下去 但是我今天没有走下去 我今天要走这个 十三谷道的到七星亭 好 好 嗨 朋友们 哎 我们又来的 来到转折了 往前走 是六辽观景台 纯天然零摄氏观景台哦 哦 今天我们没有走那边 我们要往七星亭 十三谷道 那边 往这边走 往这边 哦 好了 六辽观景台 走 我们走 不要开始走这个 这个 古道啦 这个小 小小的 那个 小小的那个 山路 已经不是大大的马路了 开始 这条就一直要接到那个七星亭了 走到七星亭 我们就往下回程了 看沿途就是这个古道 这样走 要穿越这 又聊古道 穿过 到那边那个七星亭 那个是十三古道 的七星亭 一个凉亭 七星亭 所以古道快要走完了 好 好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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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对身体很好啊 朋友们要多多出来爬山啊 刚刚从这里走出来了 到了七星亭 这就是接到十三古道 十三古道的那个 这就是七星亭 我们到了十三古道 接到十三古道 就继续走十三古道 一直走一直走 走到苗栗的那个圈化堂 七星亭 我衣服湿掉太湿了 换掉了换一件衣服了 七星亭了 我们要往三下走 要走回城了 十三古道就走 那个走完了六寮古道 我们要走十三古道了 离开七星亭 往十三古道 往回城啊 一直走一直走 就会到我们那个停车场那里 等于绕了一圈 等于绕了一圈 还会经过一些景点 我再跟各位介绍 好 拜拜 好 我们终于快走到山下了 这边 走到这里 要到万佛安了 这条路 这条下坡 下坡 下坡 就是 接到刚才我们的六寮古道 那个 快要到入口那里 然后 往这边 下去 下去 那停车 刚刚停车场那里 石头山的入山口 这里就是万佛安 万佛安 走了 好 我们往下走了 快要结束今天的行程了 你看 走 走走走 我们走到山下了 走到山下 刚刚 很快要 要结束今天的行程了 跟大家说再见了 哎呀 好 很快要 要结束今天的行程了 跟大家说再见了 哎呀 大家 一定要运动哦 看 好 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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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往下走啊 往上 刚 要离开 要离开 这不是早上我们要往六寮古道的马路吗 拜拜啦 各位拜拜啦 这个行程 这就是停车小小一个停车场哎 对 好